走进立英房台北总部 创办人林泰生正在办公室写书法 写书法时结合正念 是他抒压的独特方式 18年前就做过心导管手术 林泰生还是个糖尿病患者 在接触正念减压后 困扰多年的胃食道逆流 不要而愈 他学会了怎样活在当下 照顾健康 也把正念介绍给员工 正念就是希望我们回到一个 一心一意 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先要回到这里 也做这个事情而已 林泰生所推崇的正念减压 在欧美企业行之有年 最早时是由美国 麻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卡巴金 截取东方禅修精华 发展成一套 不强调宗教语会的身心整合系统 他以佛教的思念处为实修 有佛教的内涵 但不强调佛教的宣传 许多欧美企业也跟着导入正念减压课程 最为人所知的是Google 脸书 英特尔等公司 Google甚至因此发展出一套 适用于企业的SI 探索内在课程 这个风气也在台湾推广开来 像是台积电 广达 联发科 立音房等等 都陆续导入正念课程 感觉你的脊椎一节节的跌好 跌在骨盘墙上 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会问说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的压力源 会有一些什么状况 手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蛮多学员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说 我其实很容易失眠 身体僵硬的部分 或者是肩颈 肌肉 那整体的身体的状况 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明显 面对第二压力就是 他的不确定性 因为很多事情一直在改变 第二点就是他计划的压力 第三个压力就是 我自己的压力就是说 我觉得我总是有看不完的email 他们上面就是可能有 年纪大的父母 那下面有就是孩子 那同时的公司呢 后面可能有董事会 那下面有他们的员工嘛 因此那个压力是上下夹几而成的 经过八周的正念练习 压力控管的情况产生了变化 现在其实从第一周 一直到第八周 甚至在三个月后 我们的调查结果 其实同仁的那个指数 是越来越正向 而且越来越好的 统计结果发现 上过正念减压课程的学员 在情绪的耗尽 自我效能 恢复力和同事友谊程度 这四大项都有显著的提升 有时候觉得心里很烦的时候 我会尝试说 先让自己先进起来 呼吸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 或者我也会站起来 伸个懒腰 再去感受到身体的知觉 我就不再想公事 那通常当我这样做完之后 再回到我位置上 我觉得我就比较容易 再继续下一个工作 正念处理的比较是长期的 比较是根本的 它不是只是让你 不去面对压力源 反而是让你去 面对压力来源 接受压力来源 并且减少压力来源 对你身心的影响 在慢性高压的时代 学习把复杂式简单做 或许是跟压力和平共处的方法